嗨,大家好,我是大同,欢迎来到娱乐圈,天天乐 黄珠格格之后,周杰倒是演过一部不错的剧 跟陈道明、四小龙、李冰冰合作的那部《少年包青天》 这部剧在全国也火了一阵子 只是这部剧之后,周杰就此纯伦,很少有作品问世 要不是表情包,估计都很快被人遗忘了 后来有媒体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周杰当年被陈道明封杀了 据说当年在拍摄《少年包青天》的时候 周杰当面对陈道明说 陈老师演技有问题 这可把老戏骨陈道明气得够呛 下令全国封杀 陈道明虽然在演语圈德高万中 但是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后来陈道明出面解释说 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说封杀谁就封杀谁 我就是一个演戏的 这些媒体总而乱搞事情 我要是真有本事封杀 那我先把这群胡说八道的人给封杀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没被封杀的周杰怎么这两年没有看到他的演戏呢 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事情 这个只能跟周杰自己的毛病有关系 周杰演技还可以没得说 只是常常被导演和同组的演员爆料说缺乏意德 比如说当年拍《黄珠》 被苏友鹏斥责他抢戏 脾气很火爆 更是致命清高 基本上一部戏下来就把导演跟演员给得罪了一遍 所以下次也就没有人给他合作了 知道真相的你们对于周杰和林新鲁的事件 持何种看法呢 欢迎评论 感谢观看